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愛喝咖啡 這次我來繼續過QQ飛車的極速幻境 幻境雙生 上一次我們不是過到第一章結束 但是我們就可以來繼續過第二章 哎呀 這邊很難換位置 我明明就吃到對的啊 算我錯了 好笑 啊 是不是吃錯了 哎 反正我超11個了 好笑喔 這任務來講 相對的簡單 這裡真的好奇怪 福福 爸媽 哼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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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副技能過關的都先解一解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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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界的时候了 准备角色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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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8 9 5 9 9 9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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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門 強制人格轉變嗎 然後再把那一關解 我來看一下紫色的傳送門 應該可以打到底下的那一個方塊 喔看到了 所以我們要先變回 上一個人格 然後把傳送門拉過來 這樣應該就行了 啟動啊 啊跑到那個了 OK 然後 喔把這個移到最底下 最旁邊 這個移到最旁邊之後 再把這個移到這裡 這樣就可以打中 中間的這一顆 OK 接下來我們先去把這一關 我們先把左邊的這個先打掉 要把這個紅色的關掉 要把這個紅色的關掉 我最後一個還有 還有一個炮來打 有點像凱魯 好啦 拿到第二張的寶箱了 啟動 第三張要等20個小時後 我要等超久的 好啦 影片到這邊先結束囉 如果影片資訊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或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再次看我們可以玩 我到最後一個趕快 等到夜晚 我們要多一個趕快 再次看一 division 晚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